三一八學運邁入第五天 除了之前東華大學的校長表態支持之外 其他大學校長大多是保持沉默 但是在今天卻有多個大學系所 以系所的名義發表了支持的聲明 呼口號唱精神歌曲 在跳健康超暖暖身體 學生反黑箱胡帽抗議行動 已經進入第五天 有越來越多的學生跟教授 民眾加入抗爭靜坐的行列 遠從花蓮東華大學北上的同學說 趁著週休假日特地前來聲援 服務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就特地上來支持 其實就是冷也不算什麼 東華大學校長吳茂昆 是第一位公開表態 支持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校長 開大數學系也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教師 連署支持學生行動的正當性 系主任說他們認為 服務對未來年輕人影響聲援 他們認同學生的訴求 簽了服帽之後 那對於我們的這個年輕一代的衝擊 還有這個貧富差距 政府其實都沒有給什麼樣子的解釋 那經濟次長他所提到 簽了服帽之後可以到大陸去工作 他就從二十二K到五十二K 那我們說這個難道是政府要解決 我們年輕人低心的一個辦法嗎 台大數學系也將串聯國內外的數學學界 跟台大各系所共同參與連署 另外台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蔡明章也宣布 因應學生參與反黑箱服貿運動 下週一起全系暫停上課一週 活動結束隨時恢復上課 清大社會所也在網站上公告停課一週 認為學生面對國家機器之暴力毫不懼怕 但也期待能夠早日恢復上課 教授們也呼籲總統馬英九 應該盡數跟學生代表對談 記者綜合報導